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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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支持明镜与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都是肆意扭曲事实 煽动仇恨的工具 很遗憾苹果倒档之后被寄予重任的立场也没办法撐起这面旗帜 没办法完成美景之治 这样对于那些为之奋斗的人来说 或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可以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但这些英雄到底是为谁而战呢? 陈朗胜更加说日后自我审查是必然的事 他每天都做 每时每刻都做 也会很小心每一篇报道 每个字 每句说话 每个标题 每个说法究竟是怎样 他这样一番自白 不禁令人怀疑 他过去的做法究竟有多自由奔放?这些不是本来应该吗? 不理有没有香港国安法 有没有苹果立场的前居之间 记者本来的职责就是要以中立的态度 将事实和真相尽量原本呈现去读者的眼前 市民苹果和立场等等的黄梅做到了吗? 相信陈朗胜也心里明白了 他还记不记得2019年那段香港最黑暗的日子 有多少眼泪和惨痛 掃说黄梅所谓的新闻自由 是怎样为整个社会带来动荡? 年轻人在别有用心者的推动之下误入歧途 而那些高叫自由的人 就不断燃点冲突的火焰 戴上自由的面具 去掩盖不正当的行为 不单可恥 更加只会自取其欲 新闻自由不是很大 在珍惜权利的同时 记者也不要忘记社会所赋予的责任 如果陈朗胜没办法理解其中的分寸 他或者有一天都要陷入船窝 没办法再像今天那样 享受他在犯人难之外的自由 参与于坚头